北京时间8月21号凌晨 世界重量级职业拳王争霸战在沙特大厢 而就在此时的中国 有无数拳迷因为一个人的出场而彻夜难眠 他就是中国拳手张志磊 在当天的比赛中 张志磊迎战克洛蒂亚人 菲利普·赫尔戈维奇 如果此战获胜 张志磊将获得IBM世界冠军挑战权 创造中国重量级拳手新的历史 那么张志磊究竟是怎样一步一步 走上职业拳击的最高巅峰呢 大家好 我是搏击赛事评论员侯宇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聊张志磊的故事 1983年 张志磊出生在河南周口市沈秋县 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 13岁时 张志磊进入体校学习比划顶 在15岁的时候 张志磊改学拳击 在多年的拳击运动员生涯当中 张志磊曾经获得过全国锦标赛冠军 全运会三连冠 而在国际赛场之上 张志磊曾经获得过亚锦赛冠军 亚运会冠军 世锦赛铜牌 以及08年北京奥运会赢台 可以说 正是张志磊帮助中国重量级 取得了历史上的多项突破 而在业余时代 张志磊就曾经祭拜过 两位日后的世界拳王 约瑟夫帕克和安迪与伊兹 可以说 张志磊的运动员生涯非常成功 在退役之后 他也可以凭借之前的成绩 获得一份待遇非常优厚的教练工作 但是 当时已经30岁的张志磊心中 还有一个更高的追求 他希望进军职业赛场 能够在多年 由欧美拳手统治的重量级当中 杀出一条血路 夺取一条 属于中国人的重量级 世界拳王 事实上 自职业拳击诞生以来 重量级始终是欧美拳手的天下 亚洲拳手一直满球突破 中国职业拳击起步较晚 所以和传统的职业强国 有非常大的差距 目前也只诞生了熊潮中 周世宁和徐灿三位小级别男子世界拳王 其实放眼整个亚洲呢 即使是水平很高的日本 在重量级当中 这么多年也只出现了 藤本金太郎一人杀入过世界前世 所以带着这样的夙愿 2014年 张志磊在纽约召开发布会 与王朝推广公司签订合同 正式进军职业赛场 而当时与他一同进入职业拳谈的 还有张志磊在国家队的好友 孟范龙 虽然身上背着太多的冠军光环 但是 初入职业拳谈的张志磊 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在大洋彼岸的新泽西 张志磊每天除了面对 繁重和刻苦的训练之外 还要独自承担训练和生活的大量支出 和传统的竞技拳击不同 职业拳击是一项高度商业化的职业运动 所有的拳手都要自费来组建自己的训练团队 虽然贵为奥运亚军 但是张志磊的首场职业比赛 只拿到了7500美元的收入 而在有一场比赛之后 张志磊头部受伤 但是他没有选择去医院进行伤口黄河 为的只是省下200美金的医疗支出 虽然海外的生活非常艰苦 这位中国硬汉没有退缩 凭借着一腔热血 和一双无坚不摧的铁拳 张志磊连战连结 拿到多场KO 2017年1月 张志磊首回合击败皮特·格拉汉姆 拿到了WBO东方重量级冠军头线 而此时 很多拳迷开始注意到 这位来自于东方的职业重掏手 美国最富盛名的拳台杂志 也对张志磊进行了专放 并且胜赞了这位来自于古老东方的中国巨人 虽然在海外打拼多年 但是 张志磊每次接受采访总是操着一口纯正的河南话 淡淡的相仇当中 他最爱的还是胡辣汤和汇面 不炒作 不张扬 不抱怨 擂台上全力以赴 擂台下勤奋刻骨 可以说 张志磊身上有着东方人典型的谦逊和比较 在取得了20场连胜之后 2019年 张志磊和著名的竞技场推广公司前并合约 这里曾经推广出多位著名的世界拳王而最成功的当属张志磊的老对手 英国人安东尼约束亚 其实早在伦敦奥运会上 两个人就曾经有过交手 当时 张志磊以微弱的比分高负 止步发强 但是此时 约束亚已经贵为三个组织的世界重量级八主 如今张志磊已身为同门 两个人约定 如果实际成熟 一定会在职业擂台上再跳高下 这个机会很快到来 就在今年5月 张志磊迎来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场比赛 对阵同样是奥运出身的克罗地亚人 菲利普·赫尔戈维奇 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将自动获得IBS世界冠军强制挑战权 当然除此之外 本场比赛还有另外一个意义 就在近年来 疫情的肆虐 让中国职业拳机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 截至目前 中国注册在岸的职业拳手只有惨淡的107人 而当徐灿赋予利伍德之后 如今的中国也完全失去了现役拳王 就在前不久 好友孟帆龙在比赛当中 赋予让帕斯卡痛失冠军挑战权 可以说 张志磊的本场比赛 被很多人看作是重振中国职业拳技的一针 抢心技 在比赛开始之前 张志磊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性军演 而为了备战 一向精打细算的老张 居然花费了11万美元 重新组建了训练团队 但没有人想到的是 在比赛开始之前 赫尔戈维奇却突然单方面宣布退赛 这样所有人措手不及 也让张志磊的赛前备战功亏一篑 最终 经过双方团队协商 张志磊轻松击败了临时警惕的对手亚历山大 而两个人的比赛 也被推迟到8月21号 在经过了三个月的紧张备战之后 张志磊和赫尔戈维奇的比赛 终于在8月21号在沙特打下 比赛开始之后 信心满满的张志磊 便向赫尔戈维奇发起猛攻 首回合便利用前手摆拳 漂亮地击到对手 而遭受重创之后的赫尔戈维奇意识到 无法和张志磊硬拼 便开始改变策略 有意识地拉长战线 双方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展开激烈对攻 张志磊的前手上钩拳和后手直拳 总是能够打穿正面防守 重创赫尔戈维奇 然而长时间熬战显然更加有利于年轻的赫尔戈维奇 在最后几个回合当中 赫尔戈维奇利用张志磊体能滑阔的机会 展开反击 尽管如此 张志磊依旧有多次倾气的后手直拳命中对手 最终 双方打满十二回合 而当裁判悬读 赫尔戈维奇是本场比赛的胜利者时 场下却爆发出了巨大的虚声 而面对着这样的情况 赫尔戈维奇只能尴尬地接受采访 再后 他便坐上了前往医院的救护车 比赛结束之后 张志磊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自己对这场比赛的看法 他觉得这场比赛没有遗憾 虽然竞技体育非常残酷 但是 自己接下来依然会全力赴 而这场大战也让许多业内营士对张志磊刮目相看 曾经与拳王泰森富里展开激战的英国名将切索拉 更是在赛后第一时间约战张志磊 甚至希望有机会能够跟张志磊在鸟巢一决倒下 比赛结束之后 一切趋于平淡 张志磊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训练馆 继续走在追寻梦想的路上 在社交媒体上 张志磊喜欢称呼自己为中国少年 的确 虽然已经是39岁的老将 但是 张志磊心中一直保持着最初对于梦想的单纯相往 这样的人生简单 纯粹 而又足够幸运 在此 衷心的希望张志磊能够在追寻梦想的路上一帆风顺 千帆越近 归来时仍旧是不变的中国少年 爱你不生走安详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之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来自于漫花 一生不解谁的光 一将造你的城房 在废墟之上 去吧 去啊 以最卑微的梦 战马 战啊 以最孤高的梦 总之那黑夜中的乌烟与怒吼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